尼泊尔有四个世界遗产 两个自然遗产 还有两个文化遗产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 由丰富的文化所孕育出来的 充满光辉的文化遗产 加德满都古地内 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 共有以下七处实际和资源 分别是伯德纳 杜巴广场 帕坦 斯瓦阳布纳特寺 巴格塔普尔 博书伯蒂纳特神庙 昌古纳拉阳 随着这地区的不断都市化 2003年 这些遗产曾一度被评定为 濒临危机的世界遗产 直到2007年才取消了这一说法 加德满都古地的原住民 尼瓦尔人 孕育了这里独特的文化气息 中世纪王朝时代的加德满都 帕坦 巴格塔普尔三个王国 镜像在这里建起了王宫和寺院 这一时期的绘画和雕刻等艺术之画一直流传至今 杜巴在尼泊尔语中的意思是王宫 在帕坦以及巴格塔普尔也拥有同样的杜巴广场 在这些广场上也同样可以看到装饰精美的宫殿 以及各种寺院 这里的寺院都修建在高高的基座上面 在寺院底层上坐下来 一边感受温暖的阳光 一边观察来往的人流 任时间从自己的身边悄悄流走 神妙位于广场的中央 高出其他建筑物 由十七世纪末 马拉王朝巴格塔普尔的王太后下令建造 在九层的基座上而耸立着一座三重塔 从这里可以一览广场的景色